让他先走 你看别说 他看车来了 还跑得快两步了 最后一个快点 快快快快点 走了走了 上岸了 迪尔伯恩 迪尔伯特的老家 这个就是研发与工程中心 这都是福特的地方 这边上有个叫 Greenfield Village 福特庄园 这是当年老亨利福特 跟爱迪生 没错 就是整电灯泡的那个爱迪生 他俩一起在这里 搞那个生产线工业化 做这些东西 这都是福特的地方 福特博物馆也在这周围 product development 产品开发中心 就在这 每一年的新车 改款车 都从这里边做出来 都是一大片区 比较开放的这种园区了 反正你就进楼的时候 需要门进门卡 没有这么多大门 保卫处 没有 在福特庄园 这里边有一个参观游览项目 就可以花钱买票 参观福特 F150的生产线 都可以预约 可以看 感兴趣的 就可以看一看 我看这些东西比较多了 所以就 对这些反而不那么感兴趣了 我来看一个福特dealer 这个是village ford 旁边就是福特汽车的发源地 也是老亨利福特家族的根据地 这个dealer是最早的一批福特dealer 紧挨着车厂 但他不是美国的第一个 第一个福特的经销商 在圣弗朗辛斯科 就旧金山加州 这个福特dealer是老亨利福特参与 就是装修 包括一些布局设计 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福特汽车经销商 我们来逛一逛 看这里边好像记载了很多当年的一些历史的东西 看这个建筑就是当年的设计格局 看这有什么车 底特律 底特律就是美国汽车的发源地 这周边的美汽车dealer车厂经销商 有最新的车 有限量款的车 而且又有历史 一代又一代的人 现在这个店长 或者说店的owner叫什么 这个生意的主人 是80年代接手的 一直开到现在 可以看到以前车行会有这种半圆形的落地玻璃 对吧 车就放在这 然后马路上过的人就能看见展厅里的车 这就是老展厅的样子 装修风格还保留当时的那些吊灯 这是非常有历史的第一批福特车行 这是他现在的主人 80年代的时候 他投资了15万 福特车厂投资了85万美元 把这个店重新翻修 一起搞起来了 这哥们一直都是汽车销售行业里的 一个璀璨的一颗明星 这是福特车厂给他颁的奖 2021年百强福特车行 这不是广告 这是他家卖车加多少钱 不知道 这不是广告 这是来当一个有历史文化的地方 汽车文化来看的 1910年113年前 福特给车行的 你可以卖我的车授权书 从1982年 现在老板他开始的时候是1982年 福特总统奖全是奖杯 书桌好像 他像折叶一样 是不是可以提起来 是吧 我就不碰人家的东西了 这是老福特 这是爱德赛 这是福特的儿子 一家 1943年的时候 这是老福特 还是这个车带进 就这种感觉特别好 有历史的沉淀 有积淀 还有新的工程产品 新的科技技术 感觉真超级棒 是当年福特展厅 一些可以看到当时的车型 雷鸟 还有这个吊灯 是吧 当时的销售 卖车的人 给客人介绍车子 当年交车了 在这个展厅 福特车行展示着 当年这些历史变迁的相片 这Deerborn的City Hall Deerborn市的市政厅 1922年 Deerborn的俱乐部 这是1924年的密歇根大道 在Talegrave Road Talegrave Road 现在也是密歇根州的 第24号公路 之前读书总在那周围活动 这是1928年时候 城市面貌 街道面貌 很多汽车 这写着1919年 5000美元一套房 这也是有独栋的 也有两户住一栋的 你看这个Deerborn 它时刻都把 老亨利福特 底特律 汽车制造业 这些元素 都放在这个车行里边 OK 这车行就是这些 今天带大家逛一逛 我也是回到了 底特律地区 来看一看这些 美国汽车文化元素 突出的一些地方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YK